宜蘭礁溪一晚定價3萬的溫泉飯店 一打開房間就讓我震驚了 據說房間內的水也是溫泉 連更衣室都很有豪宅的風範 怎麼連吃個早餐風景都這麼好 哇這個view真的太浮誇了 風景美到離不開眼睛 而且還能直接看到龜山島喔 前陣子臨時起義來宜蘭玩 那就順便來開箱宜蘭礁溪一晚定價3萬的溫泉飯店三行閣 三行閣位於礁溪火車站出來大約10分鐘的路程 以奢華溫泉飯店來說 真的算是位於非常熱鬧的市區了 進來後先看到的是挑了非常高的大廳空間 寬敞舒適 整體以米白色溪為主 個人覺得還蠻日式現代風格的 這次來還剛好遇上了飯店的期間活動三行祭 市內瓦有非常多的攤位、手作活動 甚至還有免費的浴衣體驗等等 很適合親子家庭來玩 旁邊有三行線推廣區 沒有在販售商品 都是介紹三行線的各種人文特色 高級度假飯店沒有紀念品這點 還蠻特別的 公社的部分簡單介紹 個人最愛的是位於二樓的男女裸湯 非常非常的豪華 不但有兩個熱池和一個冷池 還有超大烤箱跟超奢華的衛浴間 連更衣室都很有豪宅的風範 接著還有很酷的超大電玩間 有健身環、switch等等的主機遊戲可以放電 旁邊還有個人的KTV可以高歌一曲 健身房的部分小小的 但如果是簡單有氧一下的話也還夠 接著就要來到重點超奢華房間囉 一打開房間就讓我震驚了 除了房間非常大有16坪之外 格局也非常的特別 是環形的格局 整個房間三面採光 真的超棒的 重新看到的是客廳用餐區 雖然地板不是榻榻米 但設計的風格還是蠻日式的 桌上有迎賓的餅乾 都是宜蘭當地的特色餅乾 接著如果進門後往右走的話 會先穿過廁所、浴室及泡湯池 然後來到臥房 哇這個view真的太浮誇了 而且臥房是雙面採光 前面和左邊都可以看到超大的落地窗 風景美到離不開眼睛 而且還能直接看到龜山島喔 躺在床上看出去完全不想看電視了 臥房旁邊還附有一張L型的多人沙發 如果不喜歡坐地板的人 也可以坐在這裡休息 另一邊有一張辦公室 不過這麼漂亮的美景 怎麼有辦法專心工作啦 旁邊的衣櫃附有浴袍 門口也有附贈室內拖 看起來是一整套的 跟一般飯店附贈的不太一樣 整體都很有日式的風格 我個人很喜歡 接著又來到看冰箱的時刻囉 哇塞!太豐富了吧 有氣泡水、啤酒、可樂、檸檬茶、豆奶、酥泡 還有蘋果汁 可以算是我看過前幾豐富的冰箱了 冰箱旁的抽屜有許多泡茶用的杯盤 冰箱上有一系列的茶包、咖啡包等等 另外旁邊也有膠囊咖啡可以泡 看完客廳和臥房後就要來看看衛浴囉 泡湯的湯匙超級大 兩個人泡也非常的夠用 而且打開蓮子後還可以欣賞窗外的風景 據說房間內的水也是溫泉 不過水質非常的清澈 也沒有任何的味道 晚點再來好好的泡一下吧 接著看到提供的衛浴用品 有一點蠻特別的是通常溫泉飯店都會有提供面膜 不過三型格就沒有 只有一些基本的衛浴用品 吹風機是日本品牌Tescom的吹風機 有三段的冷熱交換還OK 鏡子跟台南經營一樣帶有柔光燈 不帶美觀 對女生來說又有超實用的 很棒 休息一下馬上來泡澡吧 這次會來宜蘭快閃 主要是為了補過七夕情人節 因為平日都要忙 所以選在假日特別來約會度假一下 三型格是第一次來 真的覺得很舒適 泡湯讓整周的疲憊都放鬆了呢 泡完之後超想睡的 那我們就晚安囉 啊 早安 準備去吃早餐囉 早餐在最高的樓層 TF樓層 怎麼連吃個早餐風景都這麼好 真的是很浮誇耶 很棒的一點是飯店採用 主餐套餐加蜘蛛爸的模式 那可以選擇一樣自己喜歡的風格套餐 然後搭配蜘蛛爸享用 我選擇的是米澤日式精選早餐 畢竟是日式溫泉飯店嘛 等餐點的過程來看看蜘蛛爸 有果汁 牛奶 麥片 沙拉水果 麵包 吐司 還有粥等等的 不算非常的豐富 但是基本的餐點也是應有盡有 耶 套餐來囉 感覺光是這個套餐就可以吃得很飽了 有兩罐壽司 味噌湯 溫泉蛋 蔬食 柴魚豆腐等等的 那主食呢是滷芋頭牛肉 和香煎鮭魚 嗯 好吃 吃飽之後就要結束這趟的宜蘭快閃之旅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咛鑑鑑什麼